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题目我们要介绍的是 Friedman来检定双母体的一个立体 这个题目是台大财经的考题 那么我们看看题目的内容 他想了解AB两种包装在商品的交售量 那么就做了一个急区的实验设计 怎么做呢 他们说从自愿者之中随机抽出了32个店家 32个店家 在每一个店家都同时陈列AB包装的商品来试销 一个月后的销量 我们叫它叫做YIJ 是A跟B 那么怎么说呢 他说的是求得了报表 给了我们的差距 这是positive difference 指的是前面比后面要来的大 negative difference 是前面比后面小 那zero的部分来说 就是指的是相同的 前面的A比B大的23个 A比B小的9个 好那现在他用的是什么 Friedman的检定方法 来检定AB两种包装的销售量 中位数是不是一样 那么这个题目 他给我们的资料 不是原始的资料 他只给我们的是这个差距 那么我们要小心的处理 首先 我们把这个急需的实验设计的表 先列出来 这边是A 这是B 那么我们来想 有几家店家 32个店家 假设是这样子 有32个 好那现在 我们来看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呢 是我们的虚无假设 先列出来 这是相同的 这个是 不相同 ETA1 等于ETA2 ETA1 不等于ETA2 那么现在 题目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 前面比后面大 有23个 那么我们来 怎么想呢 我们是这样想 分成两部分 因为它是顺序不重要 我们说 前面比后面大 我们给分的话呢 这边得的是两分 这边得的是一分 那么两分 一分 像这样子的情况 有几家呢 有23家 前面比后面小的 1 一分 两分 这边有几家 有9家 好 那么我们的R 我们的等级和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边的R I是多少 这个数字 23个2 再加上 9个1 那么算一下 23个2 是46 9个1 所以这边是多少呢 55 这边55 这边有23分 这边有18分 23分 18分 那就是41分 所以一个等级是55 一个等级是41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做 本题的这个K是几 K是2 N是几 N是32 好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统计量列出来 Freedom的统计量 这个是确实是有点麻烦 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把它记一记 这边是N K K加1 这边是Sigma R平方 重一点是减掉3 N K加1 好 现在我们来继续算下去 这等于多少呢 这边是12 N是几 32 K是几 K是2 K加1是几 是3 来 计算 删掉 这边是2 这边的话呢 干脆就直接先删了 16 好 这个地方是 两个R的平方和 就是55的平方 加上41的平方 减掉3倍的N 32 K加1 那就是 3 来我们计算一下 这边是16分之1 55的平方 那是多少呢 这边是3025 这边是1681 除以16 减掉 算一下啊 这边是3025 41 我们平方了 变成1681 除以16 然后减掉 这边是96乘以3 所以是288 我们算出来是6.125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要查表 查什么呢 Ki² 这个表 其实很简单 这个Ki² 如果说是自由度是1的话呢 它直接就是Z平方 这直接就可以直接写了 这是多少呢 1.96的平方 这个如果同学不知道 可以去参阅一下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卡方分配跟Z分配之间的关系 这边是3.8416 我们这个统计量已经怎么做呢 大于3.8416了 很大了 很大 那么我们就是 拒绝H0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两个的话呢 差距太大 如果说差距很接近的话 它的平方和就倾向于比较小 除了